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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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厚度 厚度是什么 就是对你的这个壁厚 正常情况下来说 它这个鼻桶肯定是有壁厚的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壁厚的话 那它特别的薄 特别的脆 那鼻桶呢不就特别易碎吗 对吧 所以咱要拉伸 可以看一看它的数值 当我向右拉 它是一个负的值 负的值 它是向内缩 它的壁厚 当我向外拉 它的壁厚是什么 是正的值 正的值是向外扩 你想想啊 咱们设置的为是30半径 咱们的正多边形半径为30的话 那你向外拉 这不就增加它的参数什么 增加参数 你要是在想给它加底盘 加各种东西吧 那不就更费劲吗 所以我个人意见还是向内 让它向内 这样的话 给它来一个 来一个-3吧 -3是比较合适的 这是我经过多次调试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确定 这样的话 笔筒不就做好了吗 当然这样笔筒过于的普通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接下来咱们就将这个笔筒 做的更加特别一些 咱们再新建一个正多边形 就在这块键吧 由于它这个不太好控制 你看 不像我玛雅的话 我按空格 它就能回到我的那个正经位置 你看这空格是啥 空格它就调整这个地图方向了 所以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不适用 所以呢 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切换到一个面 也就是说我让它到正上面 正上面进行一个六边形的创建 创建多少合适呢 可以创建一个十的吧 十的我觉得就可以了 咱不应该建六边形 咱应该建一个五边形 选择一个高度 设置为十 差不多 确定 这样就构成面了 但是咱不应该构成这个面 咱应该做什么呀 咱应该对它进行一定的添加线 绘制 绘制什么 绘制直线 将我们这些线给它连接起来 连接成一个五角星的形状 这样就是一个五角星的形状吧 点击确定 我们再点第三个草图编辑下面的第三个 单击修剪 把多余的线给它剪掉 这样的话 确定 这样的话不就是一个正经的五角星吗 我们点击确定 它就能形成一个面 我们对这个面接下来进行一定的操作 就比如说我们要肯定要对它进行一定的移动 怎么移动呢 动态移动 首先得让它旋转吧 让它旋转到一个边界点 其实差不多就好 就这样 OK 对准某一个具体的边 咱们接下来进行啥操作 拉伸 拉伸到一定高度 为什么呀 因为咱要穿透它 做一个小的穿透 如果不穿透的话 你到时候做布尔运算的时候 你是无法让它变成一个镂空的效果 我们点击确定 它这个可以发现它是向下的 那咱让它变成向上的 给它改成个负值 这样的话 数值不就更加的好看一些吗 哎 负值 上来了 我们再对它干什么 对它进行移动 怎么移动 让它向右移动 移动到我们 的这条线 点击正上 这样看的话会更加的形象 差不多合适了 我们点击确定 我们还需要对它移动 怎么移动呢 进行一个角度的移动 得让它翻上来 翻到多少呢 翻到90度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与这个B进行 完美的贴合 右视图 移动 向上 再让它穿插进去 哎 大家看一看效果 这样的话就合理的穿插进来了 这样呢 如果咱们再进行布尔运算 它不就可以有一个镂空的效果吗 哎 非常的合适 那咱们接下来需要做什么操作呢 我们做好了一个面 那其他的面怎么办 你复制粘贴 给它移动过去 肯定非常的不好 不方便 那咱们就需要用咱的阵列 阵列 这是什么阵列 这是圆形的 对不对 咱需要选择圆形阵列 之后呢 要选择方向 你看这个方向 它这样转 这个方向 它这样转 那咱们如何让它这个面 这个面 跟这个面都有呢 那咱肯定要选择一个竖直的 对不对 让它横着转 你看 这样竖直下来 它不就横着转吗 当你把线放到这 就横着转 但是咱选取这个点 对吗 肯定不对 因为它转的位置不对 对不对 所以咱应该选哪个点 咱应该选最中间的这个点 但是在上面的话 你选不了 这是为啥 因为咱有了B后 它就无法锁定你的那个 哎 你看 可以 但是不好选着 你看这样不就选成了 所以一般球的下我都怎么选 我都把它移动到下方 最下方 这个位置是相对比较好选的 你看 我向下 特别的方便 因为点就在我的正上方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效果相对更简便一些 确定 这样我的五角星 不就全完美的 嵌合到我的笔筒当中了吗 我们下一步需要做什么 这些面 给它加一些东西 对不对 那应该加什么呢 咱们可以做一个小桃心 用我们的绘制线 绘制 选择两个点 点击确定 你看这样 这样的桃心 可能画的不太好 所以我们需要微调一下 这样的桃心就相对好一些 我们想要让它这个桃心 变成立体的面 怎么变了 你看现在的话 它不能成 它只能线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它就有问题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 这个有好多种方法 而我选择的方法就是 我将它中间 我给它连起来 这成什么了 这不就成了一个 闭合物体了吗 闭合才能成面 对不对 成完面之后 我让它进行一个 这个 镜像操作 我镜像 我以什么为方式 我以线 哪条线 我以这条线 哎 让它旋转 这样的话 它不就过来了吗 它中间肯定会有一定问题 就是说 它现在会有一条线 这条线 你应该如何处理掉呢 咱可以选择合并 选择这个 第三个 组合编辑 加运算 机体是谁 大家可以看到 正常情况下 我机体 我是可以选东西的 但是 这个软件 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面 我不能作为一个机体 明白吗 这是这个软件的一个问题 所以 需要干什么 需要先让它拉伸 对不对 拉伸 它拉伸方向相反 因为你是对称转过来的 所以方向确实是相反的 你给它改一个副式 把这边 你也给它拉伸 拉伸多少 拉伸个十 这样的话 它不就成体了吗 成体就可以做加合运算了 组合编辑 机体是它 合并体是它 诶 这样它中间的边线 不就没了吗 确定 完整的一个桃心 这不就做好了吗 做好之后呢 你肯定要进行一定的旋转 你需要让它怎么转呢 它要让它贴合这个面 你需要让它这样转 再让它向这边移动 确定 之后呢 你要让它竖九十度 让它竖起来 我们选择一个好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轴出现了问题 这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个轴 你看 它不固定到这个中心 为什么 这是你选取中心点的问题 所以咱现在应该 给它重新 再来一遍 先让它干什么 先让它移动 先让它怎么移动 先让它立起来 先进行立起来操作 三九二百七 四九三百六 所以这应该是二百七 确定 这样的话 它不就立起来了吗 立起来之后呢 你再对它进行一定的移动 比如说 你让它向这边移动 让它再进行一定的旋转 差不多 这三十度 正好可以贴合咱们的这个面 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这个淘心呢 是非常的大的 非常大的话 它就不合适 那应该干什么 应该进行缩放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比较长 那咱应该怎么做呀 非均匀 XYZ 咱需要让它在Z轴方向 稍微缩个0.8 这样不就更加圆润一些了吗 可能过于的圆润啊 可能还不太好 咱缩0.9 应该就差不多了 0.9 这样效果看起来就好多了吧 好多了之后呢 咱需要让它整体缩放 让它变成均匀缩放 缩放多小呢 你看我拉这个条 它非常不明显 你往里缩的话 你看不见东西 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啊 一点一点试 我觉得先设0.7比较合适吧 诶 0.7还大 可以让它移动一下子 有一些偏 到时候再细移动就好 缩放 均匀 再给它来个0.9 好像就差不多了吧 再来个0.9吧 嗯 这样就好多了 好多了之后呢 让它进行一定的移动 诶 这移的相对比较中心 并且这边它也是穿透的 对不对 那咱还能对它进行个阵列 对它进行阵列 圆形阵列 方向 方向向哪 向下 找这个点 这样的话就做好了 我们接下来只需要做一个布尔运算 就能让它全部都变成中空的 如果你不想让它中空 那你可以让它变成 凹进去的 或者突出来的 都可以 大家随自己的喜好来做就好 进行组合编辑 机体是谁 机体是我们的大框架 进行什么运算 进行减运算 减谁 减这几个小模型 点击确定 哦 这块你看 为什么出错了 因为咱全选的都是在机体上面 所以它就会出错 机体只能选最重要的 你看 合并体 选谁 选你 选你 把这些 确定 你看这样的话就中空 镂空效果就非常的完美了 但是除了五角星 陶西尔还可以自己组合编辑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图形 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拉伸 拉伸什么呀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底面 厚度还是相对的比较低的 设置为多少为三 对不对 咱可以拉伸一下底面 稍微的拉伸一点 给它拉伸多少 拉伸到 再拉伸二 让它到五 稍微底 底比较厚一点 结实 这样的话 模型就做好了 在这个笔筒上 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字 就比如说这块 有一个预设文字 这是干什么的 这让你选一个平面 你需要在这个平面上 进行文字的输入 我选择这个平面 文字 选一个字体 选一个右圆 圆点 我就选它 文字 CVPANA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字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应该让它变小 到这 四 差不多了 正正好好 可以贴合到我们的这个面上 确定 确定这个是干啥的 是成面 这样的话 它不就成了各种的面吗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要做的是 让它拉伸 让我们的打印 能把我们的这些字体打印出来 拉伸多少呢 拉伸 咱的壁后是多少 咱的壁后是三 咱给它设置一个五左右 五还是有点厚 嗯 设置一个 三吧 为什么设置三呢 你想一下 咱里面是几 咱里面 壁是二 对不对 咱壁是二的话 你把它全选 全选 你给它 移动 向里移动几啊 那移动 壁后是三 移动 移动二是最合适的 移动二 那不就留一吗 并且里面它也不会露出来 你看 留了个一 打印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 又有立体字 像我们的笔筒上面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些别的装饰 比如说我们可以画一个圆 画一个甜甜圈 选择中心 让它扩大 好像这样的话还是可以的 给它来个三十 三十差不多 确定 再让它进行移动 这样我们笔筒 它不就有一个外包的圆形吗 这样不更好看一些吗 这样非常的合适 又有了你的名字 这样的话一个简单的小笔筒就做好了 我们要想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还可以运用之前讲那些 给它有一定不同程度上的创新 我们需要再外扩一点 我们需要再外扩一点会更好看吧 哎 这样的话效果就非常的好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捣脚 你看这现在这边模模糊糊的 非常的冷 有冷肯定能搁着手 不太好 我们需要给它做一个捣脚 之后呢 需要做什么 你看 一个体 两个体 三个体 这一堆体 它们都是分开的 你需要让它们做一个合并 让它们变成一个整体 接下来我们来正进行操作 首先进行的是捣脚操作 捣圆脚 选择边 选择哪个边 这个边 你看这样的话 你给它设置成五 它这不就受到影响了吗 捣脚捣太深了 设置个二 差不多 二有点小 再来个三 哎 三差不多 在这来个三 都给它们设置成三 这样的话 它不就相对的圆润了吗 不会搁到手 你看里面也是棱角 你把里面也给它 你看 当我按下这个的时候 它里面的话 由于你有内壁 内壁的话 你设三 它这会儿不就会出现问题吗 设三 它就会把这个边给吞并一点 所以我们到时候 需要给它单独设置一个捣脚值 外面的 还有 底下 也稍微让它圆润一些 陶欣 试一试啊 陶欣 你看 这样圆润的话 就不太好了 效果 应该都成这样了 所以这块 你最好不要给它倒角 我们需要把它删除 哎 这样的话 大部分的倒角就完成了 我们点击确定 再让它到正面正式图 我们再给它做一些小倒角 倒圆角 倒谁啊 倒里面的边 设置为多少 咱可以设置成一 一的话太小 咱可以改成二 二 差不多 看着挺合适的 把它们都变成二就好 这样的话 它内部倒角也就完成了 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 整体的模型就实现了 实现之后呢 我们需要将它合并体 组合边际 什么呢 加运算 让它们加起来 机体是谁 机体是咱大框架 合并体是谁 合并体是上面的小框 和我的这些艺术字 点击确定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 大家都是一个物体了 就不会出现分开的样子 之后呢 我们 你看我做一个笔筒 我们还可以干什么 可以在下面做一个长方体 对不对 给它拉长 拉成多长呢 拉成个六十 这块再拉多长呢 也拉成一个数值 到这儿 由于你是从零开始的 这是九十 它这不也就到零了吗 到零之后呢 你给它高度 高度拉多少啊 咱高度是几 咱高度是五 这样拉五 它不就也不冲突吗 没有高低起伏 可能刚才那个拉伸没有做好 所以咱这呢 高度给它设计成三 这样的话 它这两个平面 它不就是一样的高度吗 你可以在这上面 你给它摆点 再摆点其他的长方体 可以做成什么呀 做成个手机支架 对不对 我们不光可以做一个笔筒 我们还可以在笔筒 像做一个手机支架 放笔的同时 我还可以把手机卡到这个位置 你看放到这儿 可能稍微有点偏差 我们让它移动一下 移动到左边 可能会 还可以放一些手机 方便我们看视频 吃饭的时候 都方便 确定 这个需要大家自己 用自己的想象力 随机组合 创造一定的东西 这样的话 整体的模型就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将它输出文件 3D1 保存 保存我们的这项目 到本地磁盘 做了半天东西 你说 不保存的不都没了吗 给它命一个名字 笔筒 注意 我们3D1保存的文件 全是Z1文件 明白吗 保存 对 由于我已经有了 这样的话 我们笔筒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呢 保存好了 导出 导出成什么 导出成 看 它有很多种文件的名称 注意 你这一定要选STL 或者OB钩 正常情况下 我们就选STL就好 STL保存到哪 保存到我们的桌面 保存到桌面 就叫模型1吧 保存 确定 这样的话 我们 STL文件就输出成功了 大家还可以看 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操作 做一个扭曲操作 扭曲 机面是谁 机面肯定是底面 对不对 扭曲的角度 给它来个60度 看 我的鼻筒 我还可以让它变成 这样的形状 这不是更好看一些吗 角度大家都可以自拟 自己创造 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力 来创造一些新的事物 小波罗形状 刚才导出的这个文件 就在我们的这儿 我们可以双击它 用我们电脑自带的3D 3D 3D查看器嘛 来查看它 你看 就出现这个模型了 之后打开我们的切片软件 导入 桌面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就彻底的进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X X是6.5厘米 我们的身份证 长度是8.5厘米 所以的话 它相对是比较小的 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缩放 全部变成1.5 这样的话 这笔筒就能放笔了 这样的话 咱这个项目就真正的完成了 可以结合自己的想象力 进行不同程度的创作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随心所欲 知道自己想做的东西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样的话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一节课 就是我们实际的打印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节课就到此结束了 下节课我们会讲一些 我们的实际打印 到打印机的时候的具体需求 我们需要打印机 如何调参数 对打印机进行调评 处理 以及它打印的时候的状态 涂胶等等 对 这些人来说 非常感谢大家的 旅人 对 很难 但这些人 这些人 在他 我们的历史团 臣 有 保戟 如果有任何人有任何人的話,我會介紹一下